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个大大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王志安最新的视频 王志安与油管YouTuber二大爷之间的一场谈话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啊 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感受和感觉非常的一个直观呢 我感觉这两个人的谈话 然后整场谈话总是飘着忧郁这两个字啊 这两个人的对话 然后看似是聊轻松的话题 但是总有那么一种忧郁感飘散在啊 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 为何会有这个忧郁感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其实大家如果看清楚了 这两个人的忧郁感的来源 大家也就明白海外华人的极端现象 到底是源自于哪 尤其是这两个人其实并没有跟风相对啊 确实聊了很多轻松的话题 日本啊 美国呀 家乡的家人呢 如何来做自媒体啊 就这些话题其实都是非常轻松的 那忧郁感从何而来呢 王志安与二大爷啊 中间聊了一些相关于民主类的话题啊 为什么聊这些话题 能够有忧郁感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我先整体的跟大家聊一下 王志安与二大爷之间的这场对话呀 这两个人啊 确实并没有针锋相对啊 但是啊 从专业素质上来讲啊 王志安毕竟啊 央视出来的一个记者 二大爷啊 邓海燕啊 前身应该只是国内的一个警察 而且他还不是一线的警察 是属于啊 偏技术类的那种警察 他不是啊 什么搞刑侦的这种警察 他是啊 应该是啊 在后台做的网站呢 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类的 这样的一个警察 所以说呢 你从啊 这个视频两个人的一个对比 你能够感受得到 王志安更像啊 那种警察 如果各位啊 了解国内警察的 就那个气场的话 大家都会看得出来 这个国内的警察 尤其是搞刑侦的 那双眼睛特别的一个毒 尤其是一线的警察 他老盯着你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盯着你 你是不是心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像啊 他一 你身上有点什么小毛病 他都他都能够给你抓出来 但国内的这些一线警察 给人的压迫感特别的重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 职业上带来的一个习惯 王志安呢 其实啊 特别喜欢盯着啊 受他采访的一些人 眼睛啊 也显得比较的直 比较的尖锐 眼神特别的尖锐啊 毕竟嘛 央视的这个记者 而且是搞 搞调查类的 对不对 这种记者啊 他必然要盯住了自己的啊 这个采访人 这也是一种职业的习惯呢 这个邓海燕 二大爷呢 然后他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啊 他不像是警察 也确实他不是一线的警察 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态度啊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好玩 但是呢 哪怕从专业的角度上而言 王志安应该是一个 一个比较会挖掘新闻的啊 这样的一个记者 王志安也没有刻意的去针对二大爷 这在为什么王志安没有刻意的去针对二大爷 他他并他并没有使用他记者的啊 就那种专业 就像王志安之前采访他的那些受访者的时候 恨不得要把他那个受访者 不想表达的东西全给他逼出来 对不对 王志安以前就是这种态度 然后啊 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不想表达的那些东西 我跟你逼出来了 我这场采访就对了 可是王志安并没有这样去做 看起来两个人是在对话呀 其实王志安更加的主动一点 毕竟嘛 这是专业的一个记者 对不对 专业的一个央视记者 做了那么多年 他不主动才有鬼 二大爷呢 显得更加的啊 更加的收敛了一点 那王志安没有刻意的去逼迫啊 这个二大爷把自己不愿意表达的东西 给表达出来 然后的话 那这场对话应该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两个人啊 这个惺惺相惜 对不对 然后的话英雄西英雄啊 然后这是很多的网友的那种评价 很多的啊 特别可爱的一些网友啊 做出了这种评价 这两个人观点比较类似啊 应该是啊 应该是啊 要不然就很开心 对不对 啊我们两个观点差不多 然后我们总算见着面了 毕竟嘛 这个二大爷是从美国跑到日本 那么那么远的一个距离 对两个人总算见到面了 这两个人应该很开心很兴奋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当然这也是因为成年人 哪几个成年人有什么没事表现的跟个傻小子一样 对不对 开心的跟个傻小子一样 不可能 但是呢 那不开心不兴奋 这两个人也没有什么针锋相对的观点上的一些冲突 但按理来说应该是轻松的 可是并没有 大家发现没有 二大爷与啊 这个王志然之间的这场谈话 并没有显得特别的轻松 在很多的问题里边 然后给人的那个感觉吧 讨论起来给人的那个感觉 是忧郁的 是有点啊 别扭的 是有点难受的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啊 这两个人没有针锋相对 对不对 这两个人并没有啊 观点上的一些冲突 但是为什么整场的采访 给你忧郁的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有意思的现象啊 两个人谈了很多的话题 刚开始啊 聊的也是轻松的 最后的收尾 聊的也是轻松的 刚开始聊聊什么啊 美国文化啊 这个日本文化等等等等 聊了一些这些啊 内容对不对 聊其他国家的文化 这个东西啊 给自己的压力没有能不能大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这是作为第三 第三者的视角 来看待日本 看待美国 这是 这是一些轻松的话题 聊了一下 最后啊 聊了一下自己的家人 自己国内的这些家人 然后的话 聊了一下如何来做自媒体 其实这也是啊 跟自己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话题 如何做自媒体嘛 那也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视角 然后来聊一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聊国内的家人 毕竟自己没在家人的身边 自己的家人也没有遇到多大的一个困境 然后可能说啊 自己跟家人的距离远了一点 情感上啊 有点疏离 你可以感受一点啊 不开心 但是总而言之 他其实自己出来 那是自己的一种选择 你出来之前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其实这种压 这种问题吧 给给这个两个人的压力都不会特别的一个大 那忧郁感从何而来 刚才跟大家讲了两个人聊了民主 我觉得这种话题啊 还是啊 比较有意思的 而且啊 这种感觉上的忧郁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海外华人极端化的一个原因 是像王志安所标题里面所强调的去国怀乡这样的一个原因吗 去国怀乡 自己主动选择去国的 怀乡也是理所应当 但是的话 如果自己的未来是美好的 就像自己啊 走出去之前 相信自己的明天更好 对不对 然后未来会更好的话 你去国会有怀乡 但是希望大于怀乡的那个感受 可是你看 王志安包含看这个二大爷 嗯 他们身上的这种希望的这种感受 有那么重吗 反正给我的感觉 我没感觉到有特别的重啊 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聊了吗 中间聊了一些相关于民主类的话题啊 这些话题 那就有了意思了 尤其是啊 这个王志安问了这个二大爷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啊 呃 你出国前后 这个思想上面有没有发生改变 对不对 也就是啊 你出国之前 如何看待美国 看待这个民主 你到了美国 那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民主 从二大爷的这个回答 你就可以感受到 某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也就是啊 自己理想的 有点崩塌 对不对 理想理念的崩塌 这才是啊 最严重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啊 这个二大爷自己承认呢 我这个出国之前啊 认为这个 这个海外 这应该是啊 素质都很好 对不对 民主嘛 民主的老百姓一定是素质好的 然后现在看到并不是这样啊 尤其是这两个人讨论到啊 这个海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中文的啊 圈子里面的这些华人的这个素质 感觉普遍不及国内 对不对 这个质量不高 对不对 无论是王志安 还是啊 这个二大爷 都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现象就是海外华人这个素质 哎呀 堪忧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就表达了一种 失望的一种感受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理念开始崩塌了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 相信 相信什么呢 有了民主哪都好 有了民主素质高 对不对 独裁专制素质低啊 独裁专制是坏蛋 对不对 相信这一套 然后出国完了 完在哪里 到底哪出问题了 二大爷提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关于啊 他如何看待国内啊 然后的话啊 我希望国内啊 和平变化 和平演变啊 不要太激进 激进了也不好 但是的话 如果没有任何办法 爆发了一些啊 暴力的一些啊 这种这种运动啊 我选择支持 对不对 国内啊 这个选择有有暴力的运动 大家想他想要干嘛 对不对 暴力啊 推翻什么什么 然后他要支持 可是呢 二大爷后面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掀桌子的问题 提的是什么呢 提的是川普 二大爷嘴里边说啊 这个川普不好 对不对 川普是个坏人啊 川普有问题 对不对 川普破坏了民主啊 由坏人民主啊 民主制度里边有坏人啊 这个坏人 他的大名叫特朗普 对不对 特朗普有问题 掀桌子 掀桌子掀在哪个事上呢 二大爷人家说了啊 现在什么 这个国会山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就你输了 你就接受嘛 对不对 你干嘛要掀桌子呢 你干嘛要闹事呢 对不对 你输了啊 这个这个投票 你输掉了 你不要搞这种事情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他对于国内 如果有暴力的这种行动 他选择支持 国内掀桌子支持 然后的话 美国呢 有人掀桌子 他反对 而且反对的这个东西啊 他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啊 像二大爷这些人啊 心里边的那个理想啊 心里边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国家 对不对 溜着奶 躺着蜜的那个国家 美利坚 他的宪法 第一修正案 对不对 人民有拥枪的一个权利 为什么呢 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拿着这个玩意儿 对不对 然后来推翻暴政 掀桌子 人家是宪法保证的 对不对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啊 啊 这美国宪法啊 都都在二大爷爷眼里边 都是个摆设了 是吗 认为啊 这个特朗普同志啊 做的那些事情 竟然是有问题的 你这到底是要干嘛 你这是要挖民主的根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这些问题 你没办法深入思考 对于啊 二大爷啊 就这些人来说的话 你很难看到这些人 深入思考 多想几步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种忧郁 他的出国前 自己的想法和出国后 看到的现象 对不到一起来 让自己愿意相信的 那个东西 相信的那个民族 相信那个自由 然后好像产生了一种动摇 然后这种动摇呢 然后能够说啊 这个彻底的让自己的理念崩溃吗 病养崩溃吗 没办法 怎么办呢 找坏人 对不对 有坏人 把坏人打下去 哎 我们这个理念就可以持续的啊 往前去发展了 坏人特朗普嘛 对不对 可是呢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他口里所所谓的自由和民主 到底是什么 按照美国那套玩法 这种老百姓 对不对 闹事 那是理所应当的 怎么就变成了掀桌子的行为呢 人家不去思考 没办法思考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他都发现了海外的整体的环境 海外的老百姓的素质啊 华人里面的素质 不及国内 对不对 都发现了 然后的话 也知道国内的发展 大概的一个情况 是好是坏 国外发展的情况 到底是好是坏 对不对 也知道国外啊 有这个矛盾 有那个问题 对不对 可是呢 没办法证实了 怎么证实啊 证实了之后 自己的信仰崩塌 信仰崩塌 那他自己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代表着错呀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刚才跟大家讲了 阿尔达也讲出来的这些话 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 海外华人极端化的一个原因 海外华人极端化 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吧 就有一些啊 这个 这个到美国 或者到哪个国家啊 然后的话 他是啊这个理由呢 他是啊这个啊 政治保护 对不对 他人家他自己是个难民 然后的话 就这种人 很难回国的这些人 他愿意相信什么 他们愿意相信的 其实是 对不对 中国不好嘛 中国要是好的话 他出来干嘛呢 他付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然后根本就不愿意正视 中国在发展这个事实 那如何 然后的话 如何屏蔽掉中国在发展的这个事实呢 如何屏蔽到中国正在越变越好的一个事实呢 你是那个邪恶的一个地方 那就完事了嘛 中国人有劣根性嘛 你别看天天的啊 在海外中文的舆论圈 打着中文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打着中文字 用着中文交流啊 估计这些人的这个英语啊 英文能力也不强 对不对 天天都是啊 这个围绕着中国人在这聊天 在这上网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打出来的字呢 全都是啊 中国人有劣根性 我不是中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我是知黑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啊 你恶抽 总而言之 全是这种词 为什么 只有你邪恶了 他才能够证明自己正确 你发展的好 你发展的快 你越来越有能力 对不对 那全是假的 那全是幻象了 今天呢 在这个啊 在这个推特上面啊 看到了一个人啊 发了一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一个是啊 这个GDP啊 中美欧的GDP的一个对比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中美欧的评价购买力的一个对比 这个GDP呢 然后美国啊 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评价购买力呢 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也就代表着中国人的钱购买力更加的强 按照这个同样的货币啊 能够买来的一些东西啊 中国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2017年就超过了 对不对 2024年现在超的更多 然后呢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吧 当时啊 这个帖子下边的这个评论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他不相信 他怀疑 对不对 这个数据有问题吧 从哪算的啊 这个数据啊 这个这个啊 从哪算的 到底到底是呀 拿着什么来啊 计算出来这个数据 总而言之 这个数据 他很难去证实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嘛 你发展的好 你发展的棒 没办法看的 如果相信 你的这套制度 能够给老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 那自己的这个信仰不就完了吗 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那位二大爷 人家表现的是什么呢 民主了 只要你民主 原来他在国内相信那一套嘛 只要你民主 老百姓素质高 人民生活好 可是呢 出来发现是这种情况吗 对不对 一到海 一到美国啊 一到这个海外的中文舆论权 看到的全是什么 英美啊 京日啊 对不对 这个知黑啊 然后的话 大法呀 各种各样的群体啊 对不对 你有劣根性啊 你身上上哪哪哪哪哪都有问题啊 看到的全是这种现象 他如何相信他原来所相信的那些东西呢 但是呢 你没办法再深入想下去 再想下去 信仰就崩了 忧郁感 从哪来 忧郁感就从这来呀 王志安的表现呢 在这场对话里面呢 比二大爷表现的要更加的坚定一点啊 王志安清晰的表达了 我还是愿意相信啊 什么民主啊 愿意相信什么制度啊 包含这二位啊 都谈到了台湾 对不对 然后呢 谈到了台湾 尤其是啊 王志安啊 跟民进党的一些啊 仇怨 一些恩怨 一些过往啊 王志安同志啊 也清晰的表达了 我愿意相信啊 这个制度上 我愿意相信啊 这个我要用法律的形式啊 这个给我自己讨公道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其实啊 特别的无助 特别的无助 因为这个话题没办法深入啊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让他们二位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其实本质就是民主 其实本质就是民主 然后王二大爷与王志安吧 然后二位呢 年纪啊 应该都不是特别小了 然后啊 自己以前几十年的这个经历 都在信仰着所谓的自由和民主 就像二大爷说啊 所说的在国内啊 然后之前想的全都是啊 只要你自由又民主了 你的素质 你的生活水平都会变得特别的高 对不对 结果出来发现不是这样 但是以前他就是这样相信的 之前几十年深信不疑的一个东西 二大爷还提到了 他对于台湾的那个观感的那个变化 就像啊 这个二大爷看啊 这个国内国外一样啊 自己在国内的一个想法 国外的想法啊 发生了改变一样啊 他称啊 这个原来看台湾啊 觉得台湾挺好的 但是啊 现在发现啊 这个台湾啊 有问题 王者还提啊 这个二大爷 二大爷解释了一下啊 网上的台湾人 跟现实里面的台湾人 不一样 不一样 现实的台湾人 其实挺和蔼可亲的 对不对 网上的台湾人啊 有问题 对不对 可能极端化啊 然后的话 内心啊 不是主流 是不是这样的 确实啊 台湾的社会啊 几个一般的老百姓啊 从我的感受来说啊 是比较纯朴的 然后呢 这个台湾 越有啊 纯朴的这样的一些 基础的老百姓 其实啊 大家可以观察 基础老百姓越纯朴啊 越往上越鸡贼 哪儿都是一样的 台湾同样也是如此啊 然后二大爷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感受 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 你能够感觉到 二大爷这个人 其实某种程度的单纯 你相信自由有民族 那就是啊 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理念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事情啊 台湾同样也如此啊 台湾把啊 这个台湾啊 网上的某些特别可爱的台湾的网友 把所有的大陆人啊 都当成敌人啊 都要去攻击 本质上 其实跟啊 那个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也相关 原因就在于党同伐异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正确的了 那我这个东西 我们所主张的 我们希望走向啊 台湾独立 对不对 这条路是错误的了吗 对不对 因为你是正确的 那你所主张的大一统正不正确呢 你所主张的啊 我们都是啊 中国人 我们说一样的话 对不对 我们基因一样 我们中华民族两岸一家亲 如果这些玩意正确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走向这个台湾 台湾独立啊 这不就是党同伐异吗 而且如果你是好人了 那还如何玩意识形态的对抗 敌我对立呢 让自己更加的团结呢 你必须是那个敌人 你一定是那个坏蛋 对不对 你一定是那个啊 这个头上长疮 脚下流脓 你青面獠牙 你脑袋上长鸡脚 你就是那种形象 你这种形象 也就可以让啊 我们台湾更加的一个团结 你是坏人了 我们台湾人就团结起来了 那台湾人团结 对谁有利啊 就是对于那个自由又民主的当权者有利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呀 就是说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个二大爷表现的比较单纯的 单纯的原因就在这 就这种单纯也就产生了啊 刚才跟大家讲的这种忧郁感嘛 然后的话 自己的信仰如何维持呢 维持不下去了 很多的事情他解释不了 很难去解释 不愿意去解释 也不想往深入的去思考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理想上的一个理念 这个 这个算是啊 理念的崩塌吧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都很可怕呀 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比如说啊 像那个最近国内发生的那个 那个悲剧 那个胖猫之死 胖猫事件 对不对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钱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两年赚了这个好几十万的这个钱 全给了他自己所谓的那个女朋友 结果呢 想要结婚 人家要跟他分手 让自己的爱情 自己相信的那个爱情 让自己一直以来认为啊 我未来会幸福 我有一个爱我的女朋友啊 对不对 然后他特别的爱我 他原来相信的这个东西 忽然之间发现 人家根本就不爱他 人家爱的是他的钱 他为了他自己心里边的那个理念 付出了几年的时光 付出了大量的金钱 等到忽然间发现真相的时候 理念崩塌 然后选择 轻生 跳江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理念崩塌 给自己带来的一个理想啊 然后 然后像胖猫这种年轻人吧 只能说啊 单纯吧 然后最后啊 跟大家聊一聊啊 王志安与二大爷之间的最后的一个对话吧 关于啊 如何做自媒体啊 二大爷呢 然后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啊 因为王志安啊 对于这个问题啊 其实有点忧郁啊 然后这 然后这也是事实啊 就为什么忧郁啊 他也确实有原因呢 二大爷的忧郁啊 二大爷的兴奋是什么呢 认为自己啊 可以啊 努力的一直往上去走啊 自己的未来 那就是千万级别的大V 对不对 油管制上啊 千万流量的大V 千万流量啊 然后想要达成 他会有一些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啊 你如果说继续保持单纯 继续啊 找不着那个方向 继续与某些人作对的话 你就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呢 面对大众 你想要啊 面对大众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的话 你就不能够招人恨 你就不能够啊 得罪某些群体 你要满足大众 满足大众 其实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事 你怎么可能满足大众啊 大众的口味都是不同的 尤其是对于海外的中文的舆论圈 有一部分人显得多极端呢 对不对 你如何满足这些特别极端的人的这种口味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呢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千万级别 你做大众传播啊 你真的是得好好的想一想 如何实现这个千万级别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认为自己做自媒体是想要说自己的观点 不想妥协 对不对 尤其是二大爷自己也说嘛 我不会满足你们这些人 对不对 为了让你们满意 然后我说你们爱听的一些话 我做自媒体 我就是为了说出我自己的这种观点 这个东西啊 那就很难达到自己心中所想啊 刚才跟大家讲啊 王志安在这个问题上啊 表现的比较悲观 为什么呢 毕竟是一个一直以来就在做大众传媒的人 就是海外中文舆论圈的这种环境 如果不发生本质的改变的话 他们不可能有未来 这才是核心那个问题啊 海外中文舆论圈越极端 越显得跟个垃圾场一样 那这种啊 算是啊 有点让你思考的一些内容 他就越没有市场 这就是客观事实 那如何让海外的中文舆论圈 变得比较正常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呢 这两个人的整场对话 让我看下来多多少少都有点忧郁感 那未来在哪里呢 对不对 按理来说啊 如果自己坚信的那套东西 自己的理念清楚又明白的立在那里 我就是相信他 那这种忧郁感不会出现 但是怎么办呢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做好的媒体 那就得了嘛 然后其他的事情先不多想啊 那未来在哪里呢 如果不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目标啊 定的稍微有点不清楚的话 也许就会像海外中文舆论圈里边那种 异化的人 异化的华人一样嘛 然后啊 你说中国有发展 我不信你拿那个数据 那个数据里面可能有问题 你给我讲 他是拿着什么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 来啊 得出这个结果的 我不信 然后的话啊 中国中国人 列根姓 对不对 你哪哪哪都有问题 慢慢的也会变成这样 因为要让自己内心感觉到舒服 要让自己说服自己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选择是正确的 那只能往这个方去走啊 对不对 然后自己的选择 如果是错误的 自己相信的那个理念 如果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到最后可能真的是会让自己的未来啊 变得有点悲剧啊 这真没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啊 尤其是啊 针对这些单纯的啊 这些特别可爱的人们 说上一句啊 不要那么单纯 看问题 看核心 比如说喜欢历史的话啊 也号称自己的啊 主要做聊历史的一些内容 然后就看一看历史的本质 中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没有任何的一个朝代敢说自己 是历史的终结 自己永远的正确 自己这套制度 只要你相信了 你就到达人生的巅峰 啊 自己这套制度是永远正确的 所有人都该去选择 这是一个特别傻叉的话 对不对 不要再单纯了 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几千年 制度永远在发生着变化 对不对 从奴隶制到封建 到分封 对不对 到科举 然后的话啊 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这个制度变化的核心 你如果找到了 你也就知道未来在哪里啊 看历史得看到这些啊 老看那些小花边 当然了 一般的大众就爱花边 然后的话 对于自己的流量来说也是好事情 但是对于自己内心的 就那种焦虑和忧郁啊 你是得不到任何的解决的 所以说呢 成年人了 看看核心问题 也许很多的问题 他都会有答案的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